臺海戰爭劇 零日攻擊 描寫解放軍武力犯臺 赤資二點三億打造 未眼先轟動 還找日本當紅男星高橋一生共同演出 沒想到卻被欄尾連結 影響國際觀光客來台 國民黨立委李彥秀發文說 臺灣自己都在大肆渲染 零日攻擊陣類危機論調 國際觀光客會將工廠或戰場 作為觀光首選嗎 而國民黨智庫副執行長林濤說 這是為了影響二零二六選戰的綠色軍教片 且中廣董事長趙少康更批評 這部劇是民進黨為了選舉的任職作戰 選縣市長 選縣市議員等等 又推出這個 然後來抹紅很多人 真正讓臺灣面對威脅 面對危險 是中共的窮兵毒物 怎麼會是一齣戲呢 如果有一齣戲 把事情講得出來 我們就遮住眼睛 不要看這個戲就沒事的話 那才是真的危險 而林日攻擊製作人發文說 戰爭沒有贏家 更沒有任何合理藉口 面對戰爭威脅 每個人都沒有置身事外的可能 也沒有黨派政治之分 但觀光客來不來 國民黨跟戰爭劇連結做文章 學者分析跟藍營長期不斷主打的 戰爭與和平論調有關 國民黨在選舉期間不斷製造戰爭與和平的論調 配合中國對臺進行恐嚇 顯然國民黨似乎有如國內的第五縱對班 配合中國對臺進行相關的施壓 觀光客來臺與否涉及政策規劃 藍營連結戰場危機論 難免被質疑是否扯太遠 再次我將會選擇由一波台北參謀道